Hello 我是乌龟 Supercell的最新游戏 Rush Wars 晋级兵团已经开放测试了 不管你是iOS或者是Android的玩家 现在都可以在澳洲、纽西兰与加拿大等等区域 下载到这款游戏抢先体验一下 我当然也下载回来玩了几天了 目前我的游戏进度是HQ4级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从大约1000星一路打到1500星的一个 非常容易上手好打的配置 总共只用到了两种部队而已 一种是盾牌兵 这个拿着盾牌的小兵非常好用 能够在前排顶住敌人的炮火 又可以对地也对空 另外一种则是主力攻击部队雷射枪 这个史诗等级的雷射枪兵体质非常好 皮够厚、攻击力高、射程又远 我用这两种部队再搭配我身上HQ4级之后 所拿到的指挥官一起进攻 在这个段位可以说是打得蛮轻松的 如果你也有抽到雷射枪兵 也拿到了指挥官的话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打法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连串的进攻回放吧 在我使用的这个固定的配置当中 我带了两组盾牌兵 还有两只雷射枪兵 另外它还有一个类似CR 或者是COC里面法术的东西 但是在晋级兵团里面 这个叫做空头 在空头的这个格子里面 我带的是狂暴 虽然英文单字的字面看起来像是加速 不过它使用起来我觉得比较像是狂暴的意思 因为它并不像是COC里面的加速法术一样 只有提升部队移动的速度而已 这个空头 它同时还加快了部队攻击的速度 这个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这几天玩下来是看到蛮多步兵海的进攻 但是像这样子使用步兵海来防守 倒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摆放方式实在是太奇葩了 它还用了一面城墙 把自己的家门口都堵起来了 这样子我的部队只要把这个城墙开了一个缺口之后 它的所有步兵就会全部挤到这个缺口来了 那我的雷射枪兵不就是射得很开心了吗 所以真的是搞不懂啊 刚刚有提到我所选用的空头是狂暴 也就是现在画面下方部队列表最右边的这个大声攻图案 除了空头之外 我的指挥官本身也有狂暴技能 我们看到左下角的指挥官旁边也有一个大声攻图案 当它的冷却时间结束了之后 就可以释放一次狂暴技能 虽然这个狂暴的效用跟空头狂暴是一样的 但是它使用起来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的指挥官必须要活在场上 这个技能才会发挥效用影响到旁边的部队单位 如果它开了狂暴但是刚好被敌人打死了 那这个狂暴的光圈就会随着它的死亡而一起消失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作用在我们的部队身上 听我这样子说完我相信你应该已经明白了 这个打法的重点就是要不断的用狂暴让部队瞬间爆发 处理掉对方的防守部队或者是防御建筑 这样子才能够拿下三星 而最关键的会是整场进攻的前三次狂暴 这三次狂暴里面包含了两次指挥官的狂暴技能 以及一个空头狂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一场进攻示范 通常在我部署完了部队的位置之后 我会提早打开指挥官的狂暴技能 让我的部队快速的冲到敌人的面前 接着丢出我手中的空头狂暴 等到这罐空头狂暴的时间效用经过了之后 我的指挥官冷却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就可以继续再压出下一次的狂暴技能 通常我会选择从敌人防御火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进攻 当用完了这三次的狂暴之后 通常也已经瓦解了敌人的主要防御了 接下来就可以交给我的雷射枪兵 或者是盾牌兵来收尾 雷射枪兵这么好用 它的攻击又具有穿透性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碰到敌人在防守的时候 用雷射枪兵来防守 当你碰到这种情况 感觉好像会担心对方的雷射穿过你的盾牌兵 打在你的雷射兵身上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很常见 你只要狂暴不断的打开来 你在前排的盾牌兵通常会把对方的雷射枪兵攻击给导引走 对方的雷射不会这么准的一直打在你的雷射枪兵身上 这个打法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部署你的部队位置 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场进攻 我将我的两批盾牌兵分开来放 一前一后 就是因为看到我的部队走进去之后 马上就会面对到对方的手榴弹兵以及火箭弹兵的攻击 这些部队的攻击都是范围性的伤害 如果我一开始就把我的盾牌兵放在一起的话 他们有可能会很快就一起全部都死掉了 我一前一后的分开来放 这样子我的第一批盾牌兵死掉的时候 刚刚好可以让后面的这批盾牌兵顶上来 然后继续的扛住火力 让我的雷射枪兵可以站在后排来帮忙输出 接下来这场进攻 我就是选择从敌人的防御火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打进去 我们现在来聊聊有关雷射枪兵比较害怕的防守单位 这里连续的使用两次狂暴效果之后 对方还剩下一座破级炮以及一个火箭弹兵 而这两种部队单位 刚好都拥有同样的一种属性就是击退效果 当我的部队被对方的破级炮 或者是火箭弹打到的时候 会被击退中断攻击 他们必须要重新瞄准目标才能够再射击 这对雷射枪兵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 因为雷射枪兵的攻击速度很慢 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很有可能是 一只雷射枪兵没有办法单挑的过一只火箭弹兵的 因为火箭弹兵光是靠着他的击退效果 就可以逼得让你的雷射一发都发不出来 不断的被击退 最后就被火箭弹给打死了 而在进攻的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通常会选择在比较靠近对方破级炮的这个位置打进去 希望可以早点把破级炮打掉 说到破级炮 破级炮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他的攻击范围没有办法打到他脚边的部队 所以常常有一些进攻是靠着我的盾牌兵存活下来贴脸 将对方的破级炮拆掉 最后拿下三星的 我会选择对方有破级炮的这个位置来进攻 除了是因为破级炮具有击退的效果 我想要赶快处理掉他之外 也是因为破级炮的攻击范围非常的远 他可以打到很远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在我的雷射枪兵走到 可以打到对方破级炮距离之前 可以赶快让我的盾牌兵 扛住对方破级炮的攻击 配合狂暴的效果 最后在我的盾牌兵死掉之后 雷射枪兵通常都已经走到了 可以打到对方破级炮的距离了 这样子就可以把对方的破级炮打掉 否则如果我们的雷射枪兵 太早就被对方的破级炮攻击的话 通常这些雷射枪兵 是没有办法活着靠近对方的破级炮的 那这里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打法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狂暴的使用 最重要的是前三个狂暴 顺序分别是指挥官的狂暴 然后空头狂暴再接一个指挥官的狂暴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的部署兵力位置 我必须要看好对方的防御单位 他是群伤防御还是单伤的防御 如果是群伤的话 那我的盾牌兵两批可能就要分开来放 有可能是前后分开 也有可能是上下分开 总是不要让我的盾牌兵 同时挤在一起 受到对方群伤防御的攻击 这里指的群伤防御单位 指的是像破级炮 或者是火箭弹兵 跟手榴弹兵 如果你知道你的部队 早早的就会碰到这些防御单位的话 建议你的盾牌兵千万不要放在一起 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个敌人 有一座格林机枪塔在首家 还好在这座机枪塔的前面 只有一个手榴弹兵而已 所以我的盾牌小兵可以赶快贴脸去打掉 对方的这座机枪塔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机枪塔呀 如果你有在玩部落冲突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机枪塔 就是单体火塔一样 因为它会对着你的部队攻击 持续几秒钟之后 达到非常高的秒伤 它最高可以达到将近1000的秒伤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千万不要小看它 这个打法的重点 大部分都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的进攻回放当中 我就只做重点式的补充 吓了狂暴 打掉对方的第一个雷射枪兵 然后继续的丢狂暴 打掉第二个雷射枪兵之后 对方还剩下破级炮 然后我的兵全部散开来了 尤其是还有拿着盾牌的小兵贴脸 在打对方的破级炮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在面对破级炮的时候 部队散开来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敌人的防守火力摆放的很集中 刚好正合我意 我最喜欢打击火的地方了 按了狂暴 然后冲进去 丢一个狂暴 接着第三个 也就是指挥官自己的狂暴 打开来之后 就可以直接打掉对方的最后一个火箭弹兵 然后开始收尾 接下来的几个进攻 都是敌人有摆放城墙的状况 其实不管有没有摆放城墙 我们的进攻逻辑都是差不多的 在这里我的部队会先面对到 对方的一个手榴弹兵 所以我将我的两组盾牌兵 以及雷射枪兵 位置都放得蛮分散的 希望我的部队 不要同时被对方的手榴弹打到 那我选择从上面的这个地方打进去 是希望我的部队 可以打掉对方的破级炮 结果没有想到 我的部队在走进去了之后 是往下走了 所以就出现了我刚刚说过的一个情况 我的部队远远的就被对方的破级炮 早早开始攻击了 最后我的部队残血活下来 完全是因为他们等级的关系啊 我的雷射枪兵现在已经升到三级了 三级雷射枪兵真的非常的好用 接下来这个敌人有摆放城墙 而且有用雷射枪兵来守家 我一样下了狂暴 让我的部队快速开墙之后 往前冲的盾牌兵 导引了对方雷射枪兵的射击方向 所以对方的雷射完全都没有打在我的雷射枪兵身上 那我从下方来进攻 一样是希望我的部队可以赶快把对方的破级炮打掉 结果最后我的雷射枪兵还是往上走了 是由我的盾牌兵贴脸打掉对方的破级炮的 如果是碰到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种围城墙的方式 也就是上下两个入口他只有围了一边的话 我通常会把我的雷射枪兵沿着最边边来放进去 为什么要这样子放 以这个地图来说是因为如果我的雷射枪兵没有放在最上方下进去的话 很有可能他一进场就会跑去找下方的这个入口 这样子一来部队就散开来了 狂暴没有办法发挥出效果 而且在雷射枪兵的前面也没有盾牌小兵在掩护他们 这场进攻最后指挥官是满血存活了下来 这样子太好了 就不用再多花时间等指挥官疗伤 这个打法我用到最后发现 其实好像还蛮长可以让指挥官完美的存活下来的 主要的关键就是一开始在部署我的部队位置的时候 好好的把我的指挥官藏在部队最后面的地方 让他躲在盾牌兵还有雷射枪兵的后面 常常在我们的盾牌兵死完了之后 雷射枪兵还可以来帮指挥官扛一下火力 让指挥官完美的存活下来 只要指挥官能够完美存活下来 其实三星的几率就是大大的提升了 因为你等于多了好几次的狂暴可以使用 这场进攻因为对方的防守单位几乎全部都是群伤防御 所以我将我的盾牌兵前后摆放 第一组死掉了之后第二组盾牌兵就直接冲出来继续的扛住火力 哇我真的觉得这个部队走位很可以啊 最后存活了盾牌小兵还有血量蛮高的雷射枪兵 以及满血的指挥官 对方的迫击炮摆放在上方最后面的位置 我没有将我的盾牌小兵分开来放 因为我想要一鼓作气用狂暴直接冲到最后面来打他 哇中间遇到了对方的散弹枪兵 绕了一下路解决掉散弹枪了之后 直接走到最后来把对方的迫击炮打掉 哇这个部队走位很不错 前排的盾牌小兵不但是扛住了火力 还让对方的雷射枪兵都射歪了 最后我的指挥官又顺利的满血存活下来 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 为什么我的盾牌兵以及雷射枪兵要分开来放 因为我希望我的盾牌兵可以吸引到对方雷射枪的攻击 那对方的雷射就不会同时打在我的雷射枪兵身上 那也是因为这边有对方的一个手榴弹兵 所以我刚刚的盾牌兵也是前后摆放分开来的 现在所有的防守单位都打掉了 我的指挥官又顺利的存活下来 下一场可以继续使用了太好了 接下来这场可以来看一下 刚刚所提到的格林机枪的威力 对方的格林机枪摆放在比较靠近中间下方的位置 我的部队走散开来之后 有一只雷射枪兵被对方的格林机枪打到 我们来看一下隔了几秒钟之后 格林机枪的射速突然加快 哇一瞬间我的雷射枪兵差一点就要被秒掉了 好可怕啊 秒伤毕竟一千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 结果那只残血的雷射枪兵 是被对方的迫及炮收掉了 这场一样是把指挥官藏在部队的最后方了 开了狂暴 狂暴用完了之后丢一罐空头 空头也用完了之后 指挥官的狂暴又差不多要冷却完毕了 狂暴再开下去 解决了对方的所有防御单位 开始收尾拿三星 指挥官又是满血存活了下来 相信我这真的不难 真的是不难 这场又碰到了格林机枪塔 对方还有两只雷射枪兵在防守 这里不断的用狂暴 很快的就打掉了对方所有的防御了 这个游戏的每一场战斗真的是非常的快 我用这个部队配置大约是每一场在30秒左右就会结束了 打COC或者是CR一场都大约在三分钟上下 而打竞技兵团真的是超快的 我甚至在等公车的时候看到车都已经来了 还来得及打完一场再上车 这个敌人围了城墙 而且地形本身就非常的导引 我选择从上方攻破城墙打进来 现在打掉了对方的迫及炮 你看我的部队在这边还需要绕路 但是这个结果是超乎我的预期 没有想到我的指挥官又是满血存活了下来 甚至是连盾牌小兵都还活着 那如果你还没有抽到指挥官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一样可以用这个配置来打 我们现在这几场就来看一下 没有使用指挥官的情况之下 只用一个空头狂暴是怎么样来完成三星的 其实失去了指挥官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狂暴可以使用 所以你更必须要谨慎的部署好你的部队位置 然后选择好进攻的切入点 并且最重要就是唯一的一个空头狂暴 是要在什么时候丢下去 这场进攻真的运气还蛮不错的 因为前方有一个防御箭竹 是我的镭射枪兵还蛮怕的 就是一个怎么说 水管功能的家吗 就是他会开个盖子 然后不断的有水管工人跑出来 因为他跳出了很多的水管工人 会让我的镭射枪兵没有办法射准 没有办法打到重要的防御箭竹 所以刚刚的那场三星运气是真的不错 那接下来看到这场 哇这防御其实看起来蛮强的 有坦克车 还有破级炮以及一个火箭弹兵 现在在靠近对方坦克车的时候丢下了我手中唯一的一个空头狂暴 让镭射枪兵赶快处理掉对方的坦克车 接着我的两只镭射枪兵非常聪明的分开来了 处理掉了对方的火箭弹兵之后对方只剩下最后一个破级炮了 那这两只镭射枪兵最后竟然还可以联合来把对方的破级炮打掉 然后最后拿下三星 这个运气真的蛮好的啊 如果叫我再打一次我看到对方的这个防御 我没有带上指挥官我真的也没有把握再打出一次三星 其实打了这么多场下来大家应该都已经看明白了 这个打法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因为前排的这些盾牌兵 不断的干扰了对方的攻击 让后排的镭射枪兵可以有机会来靠近对方的这些防御单位 然后把对方的防御单位全部都解决掉 这个盾牌小兵真的是蛮坦的呀 有时候可以坦很久 最后是连盾牌都没有爆就可以拿下三星的 尤其是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近身打掉破级炮 我有很多的三星也是因为我最后存活下来的盾牌小兵 来把破级炮打掉了之后 慢慢的敲掉对方所有的建筑物拿下三星的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打法 我目前的等级是在HQ四级 带上了指挥官盾牌兵 雷射枪兵以及空头狂暴 这个部队配置让我非常轻松的从1000倍左右 打到了1500倍左右 如果你对于这个配置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提出来跟我讨论 或者你还有更多更强更猛更酷的招式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也欢迎留言在这边一起讨论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